今天是2022年5月19日 我们继续来预测特斯拉的股价 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特斯拉股价在5月18日走势的基本信息 它的开盘价是744.52 收盘价是709.81 盘中最高是到达了760.50 最低是在700.81 那当日它的最高价与最低价的普值是达到了60个点 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收在了各条均线值的下方 量当日的成交量是2927.06万股 是前一个交易日的1.09倍量增 KD值我们会看到快线又下穿了慢线 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又出现了向下的反转 MACD我们会看到开口不变 双线继续下行 那并且呢 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略短的红柱 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现有的趋势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K线信息 在5月18日生成的这个K线啊 叫做含上下影线的中长红K线 是一个下跌的K线 那它的特征呢 是实体部分的涨幅啊 在4.5%以上含有上下影线 那当日的这个含上下影线的中红K线的位置啊 是在一个股价所处的低档的一个横盘中 那我们也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跌破了前一日的最低 那这样的现象说明股价会出现继续下跌 或者说啊会至少出现一个新低 好 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后续股价的走势 我们调出辅助线 好 那我们会看到在5月18日生成的这个K线啊 出现了下跌 嗯 并且呢 我们也会看到 嗯 它的收盘 收在了 依然是在我们定义的这个701和787这个横盘区的以内 并且呢 收盘是在这个横盘区相对较低的一个位置 那并且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跌破了前一日的最低 嗯 那从K线信息我们解读它会续跌 或者会至少出现一个 呃 叫做新低 嗯 好 那么我们先来看看下行 那在说下行之前呢 我们再加一条辅助线 那这条辅助线呢 我们想是从 嗯 3月15日的这个前面上涨的最低 和接下来在5月12日出现的最低 也就是680这个位置 我们把这个线连接起来 好 那这样一来我们会看到 我们再把它画的精准一点 那这样一来我们会看到啊 一个底底低的一个下行趋势出现了 上面还有一个头头低的 也就是这个7号趋势线 嗯 我们把这个颜色再变一下 好的 对 那如果股价继续下行呢 我们会看到这条底底低的趋势线呢 在下方和当日K线焦点啊 它也会成为一个支撑 或者说是也叫一个标志 嗯 好 那么我们会看到下行 那么它的呃 叫做支撑 首先是前低 也就是5月18日的这个K线的最低是在700 700这个位置 对 那现在我们做这期节目的时候啊 是盘前时段 目前的股价呢 已经到达了就是 693 也就是说 目前的股价已经跌破了这个 呃 水平线前低 对 那么好了 再向下的一个支撑呢 就是我们会看到是680 也就是前低 这个680 它将是一个强支撑 然后当然我们会看到当日K线和这个趋势线的焦点 啊 我们会看到是在670 附近 也就是说股价如果下行啊 它将有这三个支撑位 对 那么还有一个点呢 就是我们要注意如果股价出现了下行 它的目标一定是要跌破680 对 好 那这是下行 嗯 那当然呢 我们会看到下方 我们刚才说的这三个支撑位啊 遇到任何一个支撑啊 它都有可能会出现 股价有可能会出现掉头向上 也就是 还有一个可能呢 就会预支撑出现反弹 或者说是一个变盘的信号K线 那最后收盘呢 收回到我们自己定义的这个横盘的这个区域 也就是787和701之间 对 嗯 好 那么这是如果预支撑出现反弹 还会回到这个区域 那对于股价后续的上行呢 我们依然是认为 如果能够站上上方的787 也就站上这个水平线之后 才能我们才能够讨论股价的上涨 嗯 当然我们会看到 在股价如果出现反弹 或者后续几个交易日出现上行呢 我们会看到还有五均值和新生成的十均值 包括这个 5月18日的这个最高 也就是760这个位置 都会成为股价继续向上的一个压力 重要的一个很重的一个压力位 好 那以上是我们对后续股价上行横盘和下行的一个分析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在5月19日开盘之后 当日的压力位和支撑位 首先说压力位是当日开盘之后新生成的五均值 我们测算是在727到736之间是在这个位置 嗯 然后继续向上的位置呢 是当日新生成的十日均线值 是在755到759这个位置 啊 当然这个区域呢 和前高 也就是5月18日最高760也是重合的 也就是第二个压力位 是个压力区间是755到760之间 好 再向上 我们认为是六百 七百六十九 我们会看到是5月16日的最高 嗯 当然再向上就是787 好 这是上方的压力位 我们再来看看支撑 支撑首先到来的就是前一日K线的最低 也就是700这个位置 然后在下方我们说是前低是680 再接下来是这个趋势线 下行趋势线和当日K线焦点 是在六百七附近 那再向下的支撑 就是以前我们定义过就是在六百五十这个位置 好 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啊 我们给出5月19日股价的预测 我们预测两个可能 第一个可能呢 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新低 然后出现一个止跌变盘的信号K线 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K线呢 它应该是一个低开盘 然后呢 对股价最低可能会触碰到下方的这个趋势线 最低我们认为可能会到达六百七十 嗯 然后呢 收盘会收在七百一十五附近 在这个位置 盘中最高可能会 到达七百二十六 也就可能会测试上方的新生成的五军值 对 这是第一个可能 也就是出现一个止跌变盘的信号K线 那第二个可能呢 我们认为它还很有可能再次出现一个中长红K线 也就是它的收盘要站上 也就是要跌破前低六百八十 那如果是这样呢 它也是一个低开盘 然后股价最低可能会到达六百六十五 嗯 也就会微微的跌破这个趋势线 然后收盘会收在六百七十五这个位置 对 也就是说 跌破前低六百八 嗯 那盘中最高呢 有可能会到达七百零五这个位置 好 以上呢 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五月十九日走势的预测 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并且来说 钟ます 我们在用程序 然后我们在用程序 配合 好的 吴 врем